轩元昊?没想到我还没成亲呢,儿子都已经有了。 那孩子很可爱,我想你见了也会喜欢的。 杜凡,是不是冷霜没过来,在凤府那里? 是,没通这冷霜过来,所以他在府里带着小主子。 嗯,既然这样,我们先回府吧。 嗯,我也想见见,是一个被你认下当儿子的孩子,是怎么样的? 轩元莫泽站了起来,凤九笑了笑,杜凡,你这里打点一下,去把冷华叫下来,让凤叶和杨阳跟我们一起回去。 是。 杜凡应了一声,先行离开。 他们聊了几句,也跟着起身,在冷华他们下来以后,一行人便往凤府而去。 凤九牵着轩元莫泽进了府,关锡林等人也来到凤府里,而灰狼则先回陵府去,只有影衣跟在轩元莫泽的身后。 主子,严主。 冷霜迎了出来,朝他们行了一礼。 冷霜,赶紧把我儿子抱出来,给他们瞧瞧。 好。 冷霜应了一声,转身回到院中。 众人往前院去了,都在院中坐了下来闲聊,不多时,便见冷霜抱着孩子走了进来。 凤九接过,先逗了逗怀中的小家伙。 小浩儿,娘亲回来了,来来来来,见见你爹爹,来。 他将孩子抱到轩元莫泽身边。 你瞧,你瞧。 轩元莫泽见他眉宇间皆是疼爱,不免对着孩子有了一些好奇。 见他抱着凑过来,他便看了一眼,只见那孩子小小的一团,却是白白胖胖甚是可爱。 虽是婴儿,但可见那五官十分出色。 嗯,确实长得不错。 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,凝朗等人都围了过来。 我看看,我看看,还真的好可爱。 众人在院中闲聊,直到好一会儿后,关系领便到。 这一路上,我们也没休息,既然到家了,我们先去休息了,有什么事,明天再说。 说着,牵着夜经便先离开了。 好了,我们也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,我们先去泡个澡,好好休息一下。 宋明复着手转身便往外走。 凤九,我们先走了啊。 凝朗他们也跟着,没一会儿的时间,整个院中便只剩下了凤九和轩辕莫泽。 凤叶,赵阳,还有后在暗处的影衣,至于冷华冷霜,则在院外站着。 凤叶,凤叶,赵阳,凤叶,凤叶,凤叶。